先慢慢龙越长城 离谱载军你知道有几个 龙越战车可以原地起飞 看这个外观非常beautiful 在空中屁股会冒火 最离谱的是 还可以在空中摇火力车 还有一个离谱的 就是这个大白马 你要是以为它是装饰品 只能光看 那就大错特错 它竟然可以驾死呀 有了这个战马之后 很难想象 以后进圈 不会再说 我的车没有油了 可能会离谱的给你来一句 我的马儿没有吃草 记住 那个时候千万不要嘲讽你的队友 不然很有可能 出阳相的那个人就是你 因为这个战马 你只要不坐在上面 它就会在原地吃草 吃了两口之后 你就发现 它状态拉满了 好了 我们新版本 龙越长城的玩法地在那里 就在我们之前的废墟点位 新版本更新之后 如果说有人一开始 就直接往河里面跳 你们不要想着 这个人是个笨蛋 是个呆瓜 他可能是一个高手 比如说 跳下来之后会有个密道 跟随我的脚步过来 这里面呢 有一个空头宝箱 落地就是祭山 简直不要太舒服啊 不得不提的是 这个角落有个密码箱 可能有兄弟跟我一样 觉得应该是2023 结果是错误的 还有兄弟说是2024 呃 也是错的 所以说这个密码究竟是多少 然后打开之后 又会爆出什么样的装备呢 我表示很好奇啊 这次的策划 也是非常的不错 估计是怕大家无聊 还给大家贴心的安排了 烟花加特林 这个加特林 好像是无限子弹的 这里的话 还有个隐藏小知识 用这个烟花枪打地板 可以给自己回状态 不过用的时候 必须得小心 确保安全在使用 看到了吧 还好这一波 我的反应比较快 不能直接吃起啊 因为使用这个加特林的时候 枪声太大 很容易吸引到边上的敌人 然而我们还听不到 敌方的脚步 就很容易被偷 还有一个隐藏小知识 就是城里面有个老六 遛起来了 我们找不到他 怎么办呢 我们来到主楼 二楼有个探测 打开之后 看到地图上这个红标吗 标出来的位置 就是那个老六的所在之处 我很想知道 下个版本 这个老六该何去何从 恭喜成为最强小队 当然 你成为这个城主之后呢 城里面的中心位置 就会有一个宝箱 成为城主之后 就可以打开 可以看到 这个装备给的非常不错 全是空头武器 还有一个特别不错的打卡点 给兄弟们推荐一下 就是龙解山上 这个位置 这个夕阳 太漂亮了 所以说 各位亮男亮女们 你们准备版本更新之后 带谁去打卡呀